在大白楼买东西 当时都是平房 我那一小时七八岁 十多岁 是在这买东西 是个菜市场 其实平房 现在都是高楼的 以前是白色的 现在都刷成这个黄色 漆了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是白色的 你领我 我老是领我来这 大白楼一楼 有卖果汁的 打果汁 特别大的一个 果汁的机器 水在里面转 是这大白楼 里面都是住家的机器 嗯 现在我们回家去调的 人家先订了 找忙 一个牛肉一个包面 我那个不会儿去回家给你调的嘛 人家先订了给你做的 行,人家回去了 你把帽子往下摘一点 跟带着帽子吃饭的 别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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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好看 那走上 放出去 但是这一片全是平房 就这一个楼 当时啊 嗯 这个楼是那个 秋花场 秋花场的时候就是这个 三层 三层 一二三 嗯 上面这层是后街的 嗯 窗户都碎了 看这大门还能感觉出来 以前那个 现在都是小楼房 那时候就正在我们出来 全是老毛子 嗯 在这做买卖 卖套是勺子 全是老毛子 卖那些什么勺啊 碗啊 什么花瓶啊 这老毛子 全是老毛子 老毛就在这摆地摊呗 摆地摊 没老堆 老鼻子老毛子了 住这条街 这一带哪条街都是 当时这时都是平房 嗯 都是老毛子摆地摊 都是平房 有点地方 反正在这老毛子摆地摊 这后没有 那天都是平房 嗯 当年我十多岁 现在我 现在你都二十多岁了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没来了 要到 刚才我们住的是这一片 就是老楼了 这个是五四年 五三年楼 三年盖的楼 在黄海楼 对 这黄海楼三年盖的 这次是黄海楼 这次是黄海楼 这是居黄海楼 居黄海楼 一几个冷 当时我家 你家就个队 我十多岁就行了 嗯 就这边进去 现在看这楼也是漂亮 苏联房 听说是日本人盖的 嗯 苏联房怎么还能让日本人盖的 这下面是苏联房的大 大特高 但是这肯定也是一个 特别值得保护的一个房子 真漂亮 这楼 现在也能看出来 那个漂亮的地儿 后边看上去 门都封上了 门都封上了 没有一个介绍说这是哪年的楼 那时候哈尔滨那种老楼太多了 我十五六份的时候就在这块里 嗯 这个楼是三明盖的 那两台还是当时 那个我父亲盖的 这楼就我姥爷盖的 这阳台不是 这阳台我姥爷盖的 你姥爷大的 这两台 是这个木头的还是那个里边小的 里边是小的 里边是小的 不是这个 哦 这小阳台是我姥爷盖的 这三年是你老的 老姥爷的 哦 还挺结实的 这多少年了还在呢 那肯定有年 那当时是三楼 现在又接着了 哦 又接了二楼 又接了两楼 现在九楼了 当时就三楼 哦 哦 你以前没走过这楼梯吧 就是搬走以后 从来没走过 从来没回过 从来没走过这个 从来没回过 这个是一个牙科带手 哦 牙科一院带手 我家走这儿 当时是三家一个厨房 哦 现在准备好就是一家了 现在变一家了 嗯 当时这个楼子 就算是特别高级的楼 对啊 当时就算好楼 因为都是平房啊 不知道这里边 现在住的是谁 什么人啊 不知道现在 是我们能不能进不进 可能里边没人了 感觉 敲门看看能不能 里边有人吗 哎 这门边有人 这家有人吗 这家有人吗 我不在相关呢 你也不知道啊 在相关 你这没人 你别要住 嗯 有没住 你再接上班人 这门可能是从里边锁的 这门还是以前你家的门子 以前都是单位分的房子 单位让你住了就住了 有别的地方就搬走了 这跟你没关系了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住这 这个是西五八楼 五八里盖的 这个是西五八 这二楼就是我家 这是砂砖的 二楼是砂白矿的 这是我家 那是我们厨房 当时我们这块院里交个冰场 我们就在这个院玩的 一小时在这冬天花冰 夏天在这混泥巴玩 那是冬天交冰场 在这儿花泥 夏天在这玩泥巴 对于盖泥巴 现在都铺成端了 都是泥 没有铺成端的 我住了这儿 当时可新了 挺好的 当我住到十五六四 就开始搬刚才那个楼 住十多年 我这也住十多年了 上这里看看 行 从这儿走 那是用你自己动的 这是你刚才那天的 这楼梯 这楼梯 我当时我坐 你家以前就在这 哎呀 这个门 正是你 这里面 这家里面是人吗 我最后就在这里 就在我家一小时刷小学 吃完饭 吃完饭了 我们帮个小板袋 多少钱是我的 这带有感价 你好 我妈以前住这 回来看看 回来瞅一眼 有五十年没来的家 一小时我住 我家住这个屋 这屋现在有人 一家一个 三家一个厨房 对 三家一个厨房 现在没人说是厨房 厨房现在要啥没 要店 没有店 要啥没啥 这屋没人 这屋没人住 我没有说在屋里住 吃不可就完事了 这都租的 就这块房几乎全往外租 当时我家住这一块 有人住在 有有有 这住屋也没啥事 看看 这一年 当时我家就住这 这屋就这么大 对 我当时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家还有我弟弟 那时候你救 你跟人家老住住 过来看看这屋 这前你家几个儿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弟弟 我家四个人就住这个 四个人住在一个小屋 四个人住在一个小屋 全是平房的 这是以前那个老那个 干不出去了 对对 这叫套布楼呢 现在这楼 你看那个楼和那个楼 是最老的 现在都没保 怎么办 等我到十几座就搬到那个楼了 我三年就有四年了 后来那楼有阳台 我姥爷打的阳台还在呢 我爸打的阳台 当时我家 最大一个床 最大一个床 你救我那时候 在这生的 这一会儿吧 现在就是一个宿舍 一楼到三楼 走着玩意 走着压 这边是厕所 这二楼 不知道啥是厕所 还是接两个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 当时我们 您把我们一小时 完了这块是三个炉子 这是三个炉子 当价是我家的 三家在这做饭呢 这都厚厚厕所的吗 怎么呗 这会儿吧 就是怎么说 当了一个就随教地上 住宿地去玩事了 这应该是 这就是厚厕所的 我一小时是二楼 没有办法 这边有个 就是哪个 往上去 从这梯子往上爬 我们一小时没有这个 没有二楼 就是二楼就走了 那这又二楼是厚厕所的 我们一小时在这吃饭 咱人家拿去 反正我们在这儿坐了 老师 你们以前 这都是老大校的 这都是以前老大校的 这都对 就你们那时候 这五十多年 这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你看这房子 八年干这 这房子现在要啥没啥 你住那时候 也是木头门吗 我就说 对 就这个门 就这个门 我估计门都没换 当年没换没换 应该都不太换 你看这门 当年就这门 这属于大屋呢 那属于一家四口人 要有这么大屋 就不错了 不说最好 楼贼说也不差了 那小时爸 你得这么说 能住上桶子楼 就已经不错了 那就算 家庭就算不错了 那算双职工的 对对 对不对 都双职工 双职工 那边能分成房就不错了 对 你看一个小老公 看着呢 看有个人 你救 我救我上厕所没开灯 然后别人过来上厕所 也没开灯 也没开灯 我接一高手一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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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我已经 你看这都是以前你们走的线 就是老房走的线 看那种 嗯 那都是以前老房走的线 这线都使不了吧 嗯 这可能都风化了 一碰上了都得 不光风化是一方面 他后期又走的线 走的线乱七八糟 从哪儿我进来以后 我又重新走的线 这线热 所以他现在真不行了 我四岁我一点都不懂 不知道是咋回事 嗯 完了上医院去领个小弟弟 是咋回事的 是我四岁 在这 完了我就上 没人给我说小辫的 嗯 我就上对面那家老江去 拿个墓水 我还说上他家了 我还说 你要干啥呀 我说给我收拾头子 我还说他在那家 你妈呢 我说我妈 我爸没有家 上医院说你要 抱个小弟弟 完了 好像一会儿就能回来的 回来我 我领他上你家来啊 让你看看 哈哈 我一想 我就是我四岁 那时候我舅生出来了 嗯 完了生完了 把我舅抱回来了 对 当时好像就回来了 生完了就抱回来了 完了十五个事儿 还在那儿住 完了到十七八了 嗯 就在那边那楼住 就到北韩路了 也是这个楼的那边 嗯 我能大一点的 我还不知道他哪 在他住的时候 不知道他哪给找 找到这边 说这个房子大 我们才搬这边住 嗯 啊 这个楼 这楼二楼住 哎 大屏二楼 三楼 哎呦 我没想到就这么黑啊 搞黑了 呵呵 这台阶就挺 有年代感的 我没想到就这么黑 哎呦 大屏二楼 还不太忙 不太忙了 哎呦 你不太忙了 现在有电了 现在有电了 那我没想到上去 去吧 那我没想到上去 去吧 那我没想到上去 去吧 一层樓 这家四五块 我这家是两家一个厨房 二楼 四楼 给我家在这儿 两家一个厨房 这住几年啊这儿 这住的没有啊 这也就住两三年 我想 住两三年以后就搬到北环路去 然后搬机给了两位厨 就是后来那个 搬走了 后来我小时候去的那会儿 对 搬走了 挺冷的 我去怎么家人才冷得着 他去他溜了一下也行 我穿的挺厚的 戴着手套不冷 这地方原来都是贫乏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同学 老毛子 还有老毛子 都在这地方住 管叫老毛子当时 都在这块住 老姨是前堂校就往那么去的 那时候就是把前堂校那一面 全是苏联人的数码 白地摊 这是三四种 旁边那个楼是十种 这写的107是吧 107种 现在都变了 现在都改了 到房屋纪念塔了 现在他们正在做雪雕 先有雪 堆着差不多一个形 然后拿木头固定过 然后再拿一层雪 再来木头固定过 对 以前不知道 我还以为全有雪造的呢 这些木头把他固定了 你把固定 然后那雪造好了 木头把他就固定在里边了 对 木头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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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把他也得夹下来 对 啊 木头把他夹下来 夹下来 像一切没有胃口叫板 那鸡尾 你吃这鸡排 嗯 鸡排也吃一看 我不吃 我那够了 你要吃来一个 那盒饭 凉菜 茄盒 三点是吗 在这 牛肉段 这个就给9块 来这小盒的 一小盒菜 一盒半盒 行 行 行 吃哪个饭 人家这两个菜来挺好的 这是第3個菜吗 这是第3个菜 对 这一番 就来个还有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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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海膽 一块铁额 梦中冷却的故事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 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还就迷失在 那片那片百花灵灵 你的温柔曾接近我的胸膛 你的笑容曾鼓起我生存的勇气 就在那个时候 我默默地告诉自己 拉着拉着你的手 才能够走出冬季 我默默地告诉自己 让几天涯海角 不忘了只有你 你的那片百花灵 永远 永远 永远落不去 我默默地帮你 臣电机 我默地放水 被你驻 虽然我了得太麻烦一双 那我远得太大了 我默地帮你 安远不去 能够有个不去 感谢观看